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克力飞老师 小蟒蛇在等你上课 我们这一节要做揽拍的运算介绍 揽拍的运算有两种 一种是逐源运算 一种是内外基 那所谓的逐源运算呢 必须是两个维度相同 外表相同的阵列 那么他就对相同位置的位元 可以做加减乘储跟比大小的运算 好我们直接从程式来看看 首先我们先设定A阵列跟B阵列 那我们来列印看看 他相加的结果会是什么 好那我们把它加起来 结果发现是这两个阵列前后排列 原来我们并没有做宣告 所以呢他只能把它视为两个阵列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做揽拍的宣告 告诉python我们要提取这个模组来用了 这时候A的假设呢 我们就要设成MP array V也是MP array 这时候我们再来试试看 A加V跟A减V的结果 好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 他在相同位元做相加跟相减的运算 好那因为有了这个模数指令之后 我们也可以不用print直接用A加V 但是如果你将A加V跟A减V写在同一个运算阵列 然后执行的时候呢 他只会读取后面这个来做运算 而且呢会帮你加上这是一个array的结果 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看 加减乘除跟比大小 他的运算结果会是怎样 一样我们首先还是做揽拍的宣告 然后设定了A1的阵列跟A2的阵列 但我们要逐原运算的时候 这两个阵列的外形要一样 所以呢我们即使用arrange呢 也要将它编成三斗二的形态 好那我们现在呢 先把这个A1阵列列印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预期 这两个阵列要做逐原运算的时候 会是同样位置相加 所以他的和应该会是0-2 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就这样的结果 好这是两个阵列相加 然后两个阵列相减 两个阵列相成 那要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想 这两个都是0 那我们知道0除以0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来看看程式给我们的答案 的确这个我们无法读取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讯息 那至于怎么比大小呢 如果我们设定A1大于A2的话 那它就会帮我们逐原去判断 看这个结果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所以第一个阵列呢 这两个都是0 A1没有比A2还要大 所以它会出现错误的讯息 那以此类推都是这样做比较的 那两个是否相等呢 也是逐原来比较是否为真 那所以像第一个跟第二个阵列的第一个数都是0 那就为真 好这是我们的逐原运算 那接着我们要看内外基的运算 那我们以异为阵列为例来看 好所以我们设定了A跟B两个异为阵列 那么呢我们先来试试看 A乘以B的逐原运算呢 A4大V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 它会是相对的位置相乘 所以应该是2、8、18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用内基算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 好我们可以写成这样是 A at v 或者A dot v 或者N p dot 把A v填进来 或者呢用N p inner的这一个程式 这四个都是我们在计算内基的方式 那算出来的答案都是28 那它计算的方式呢 是1乘2加2乘4加3乘6 那么外基的话呢 是1乘246得到一个阵列 2乘246得到第二个阵列 3乘246得到第三个阵列 好这呢这个是 哪拍在做内外基的运算 那我们往高维的阵列来看看 如果呢以这两个二维阵列呢 二维阵列为例 我们来试试看它执行的结果 首先呢 如果我们先印出这个D的这个阵列 好所以C跟D相乘的方式是 1234跟0123 以1为内基阵列的计算 1乘0加2乘1加3乘2加4乘3 得到20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再将这个阵列呢 跟第二个阵列内基的值就得到60 那第二个5678这个阵列跟0123的内基得到44 然后最后跟4567的阵列得到148 好那这是二维阵列的内基运算 那至于外基运算呢 一样我们先把B 先把B印出来 它用的方法呢是这1到8个数分别成这个阵列 所以1乘012345就得到了这个第一个阵列的结果 所以A里面有8个元素 这里我们就会得到8列 那每一列内的元素呢 就是B B里面的这元素 好呢 这就是蓝牌的外基运算 以上呢是蓝牌的运算介绍 谢谢各位同学 这个单元的收看 记得小蟒蛇还在下一节 等你一起上课哦